书籍知识与经验 知识可以从许多来源获得 这些包括书籍 教师和实践经验 每个都有其OWM优势 这我们从书本和正规教育中获得的知识 使我们能够team down 我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机会 我们可以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并向人们学习我们 在我们的一生中永远不会见面 只是通过阅读书中的知识 我们还可以开发我们的分析技能和团队 如何看待和解释世界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此外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书籍从过去中学习 这样我们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 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历他们的成就另一方面 实践经验可以给我们更多有用的知识 据说一个人学的最好的方法通过这样做 我相信这是真的 是否一个成功与否 事实上 我认为犯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此外 如果一个人想做新的进展 有必要采取行动 创新做不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通过实验 最后 人们可以应用技能和通过书籍研究获得的见解 我居然傻傻地看完了这无厘头的视频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